我们下面这边是家母纸弯 那我们预计的是使用18笔土地6.92公顷 那目前这些土地都是荒草地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使用地要统有18笔 那所有土地都是私有产权 南都兰断休闲土甲村开发案 计划将监制六层楼高的旅馆区 及养生旅馆区 并规划大小型的别墅区 总共有241间的房间 不过部落非常余力 该区原本就水源匮乏 要求开发单位必须到部落召开说明会沟通 如果今天的开发案在乌浪在开发的时候 水又怎么样 又在家叫苦吗 有地方苦吗 所以我现在就要讲 我还没有到三分钟 我会讲说 这个你们做说明 你们可以到独栏 就做说明给我们主人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我们先交朋友嘛 对不对 你们根本都没有交朋友 你就谈这个事情 会中开发单位分别提出环境保护对策 监测及回馈计划等建议方案 不过环团提出环品成细 并质疑环境影响等问题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有关地质的部分 因为这是在去年就已经被 被大家比较攻击的部分 就是这个整个 那个ATT在的 这个台地呢 其实它是 沿 沿沙崩滑的高潜式局 其实地质不稳的 除了地质崩滑 环团另外也提到有关土方 排水处理及野稀生态 等环境影响等试点余力 难度难断休闲 都在要出入开发案 107年在台东西政府 启行过环品 但被退回 不过今天又检土重来 并有工手挤办交流座谈会 部落居民非常怀疑 有偷渡的意图 也发现开发单位在现场 私下让一会的民众签声明书 在我们这个地方开发 为什么要偷偷地 给老人家签这个声明书 那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不讲 为什么台面上不讲出来 对没有意义嘛 在做什么 偷偷摸摸的而已 现场有助人表示 杜兰部落在106年 已经自主宣告传统领义 南杜兰断休闲度假村 开发案在部落的传统领义内 虽然开发案基地为私有产权 但可能触及 影响公有土地或领海 希望开发单位必须到部落 召开说明会进行沟通 而开发单位也回应 绝对会依照延纪法21条办理 只是现在原民会并没有公告 未来仍会以法令为一纪和当地居民继续沟通 原始新闻法 为了台中东河采访报道